来 请出求职者 朱毅成 二十四岁 浙江职业技术学院 气修专业 大家好 我叫朱毅成 今年二十四岁 来自浙江温州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这个舞台 我希望能找到一份自媒体 或者是主播的工作 谢谢 欢迎你 毅成 小伙子真精神 这男孩一上了 还以为他要出道了呢 雨昕第一说 真帅啊 跳舞的吧 你的 你看吧 是吧 小帅哥 皮肤还可以 看下他的状态 各位企业家看他的报名表 他今天来找的是一份 自媒体主播的岗位 对 异项企业呢 特别可爱 写的是规模较大 我都想灭灯了 你为什么要灭灯呢 如果从人数上来讲 我们肯定不是大规模的公司 但是我们是一个很小的团队 撬动着非常大的一个市场 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再等等看 万一这是个人才呢 对吧 你是学气修的 上学那会儿学的是气修专业 你现在干什么 现在是舞蹈老师 现在舞蹈老师 他要是还在做气修 他们厂的生意一定特别好 这个很多人 很多人愿意去找他修车 技术怎么样修的 不怎么样 你这倒挺诚实 他是那个跳舞里边 修车最好的 修车里边跳舞最好的 跳舞最好 长得也最帅的 你这个长相学气修 有点耽误了 你没考虑过干点别的吗 比如说走个唱歌啊 表演啊 演艺行业 有当时想过吗 当时没有这方面的想法 当时喜欢车 就对他挺好奇的 然后那个时候 就想着学气修嘛 对 然后想着以后 其实是有想着以后 自己造辆车 但是这个已经是个梦了 那好 你后来又怎么去学了舞蹈 舞蹈的话 其实从小我就 一直是喜欢跳舞的 我妈就说我有多动症 然后对 我自己也感觉会有一些 然后有就从小的话 别的小朋友 都喜欢看什么动画片什么的 但是我从小 我就很喜欢看舞蹈类的节目 只要是有人在里边跳舞 不管是电视剧里 还是什么里面 一跳舞我就要看好几遍的那种 我小的时候 也特别喜欢看一个 电视当中播出的舞蹈 但是我看了也就看了 我也看过好几遍 你看见他们之后 你内心的投射什么 我看就是俩字 好玩 我下回来还样 我想看再重播调到这台 我还愿意看 那你当时想着什么 我看也两个 想跳 给你鼓歌掌境界比我高 境界比我高 你是想跳 对 就是跳什么你都想去跳 对 就只要是舞蹈 我都愿意去接 你有 你会在电视机前 跟着一块扭啊跳啊 对会 所以妈妈因为这个觉得你多动症 晚上做梦都在想 然后用舞蹈的动作踢被子 把大胯打开吗 那种踢了 也有 然后手 手干嘛的做一些这些东西都会 家长鼓励你学舞蹈吗 有 有让我学 然后也尝试了很多 像街舞啊 学了两个月我就不去了 现在还会跳吗 不会 有几个 能不能给我们摆几个街舞常见的 姿势 其实后面是有一个 就是特别适合我的一个舞蹈 然后我一直是坚持到现在 什么呀 空中舞蹈 空中舞蹈 对 空中舞蹈 我刚刚还想问这个空中舞蹈 是一个什么意思 等我看 等会看 对 好 然后你学了街舞 还学了什么 然后接触的五种也比较多 爵士啊 街舞啊 呃 鬼步舞 其实都没有 当时太小了 因为上学啊 还有很多原因 都没有坚持下来 半途而废掉了 鬼步舞 这是个什么 现在网络特别流行的一个 我都知道鬼步舞 你先 对 你就先 摆几个鬼步舞的姿势 我们看看 我来给你摆几个 来 这样 你等会 我们听东叔了 对 你东叔来 来来来 东叔来来来 来 你看 德老师从来不看护 就是你关节是 不会打弯的这种 那个你稍等你小心你的腰啊 小鱼没闪着腰啊 东叔 你这是叫直腰 直腰舞 这机械舞吧 这不就直腰大战僵尸吗 对 朱义诚 你给我们 展示一下鬼步舞 到底怎么跳叫鬼步舞 鬼步舞的话 就是 就其实很简单 它就一个很简单的律动 就是脚抬起来下去 对 就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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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燃 对 对 对 就这个 好 很酷啊 他小一开始 他一开始跳舞就是燃的状态 不不不 我告诉你 这个 这个舞啊 是起源于东北 最早的鼻祖叫宋小宝 他每次出场的时候 都是这个舞 五 六 七 八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我觉得刚才 希哥做的那动作是对的 但是为啥你 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觉得希哥主要斜不行 其实希哥跳得可以 我听说大卫老师 好像也跳得很好 要不大卫老师 您也试一个 我试试 大卫老师 第一次 第一次 但是我跳完以后啊 可能不是鬼步 就只剩下鬼步 鬼了啊 音 音乐 鬼步步 怎么 怎么 怎么跳来着 你给我先跳两下 我跟着学 就 抬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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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老年笛子 哈哈哈哈 第五套 宝宝体操 不是 这个是这个断功附体 哈哈哈哈 好 谢谢 谢谢 不行了 我再觉得再跳舞就 这个不行 这个 这个是 没有吃惠仁 胜宝片之前的 刚才这位小伙是吃完之后的 哈哈哈哈哈哈 那为什么现在跳的是空中舞 鬼步舞和那个街舞 没坚持下来呢 呃 主要跳了一段时间 就是感觉它不是很适合我吧 因为我感觉一个舞蹈跳到不喜欢了 那我感觉就没有跳下去的 怎么会跳到不喜欢呢 我总感觉自己就是突破不了 一直是保持着这么一个状态 然后也就一直提升不上去 导致我自己一个兴趣也就慢慢的没有了 你要是不介意的话 对 咱们现在就让艺诚给我们跳一段 对对 展现一下 写 我不行 不 随便跳一段 你跳什么都行 没事 你要不会跳 你也可以说你不会 你可是主播 你今天可是应聘主播 所以说这个观众说 跳一个 唱一个 你是你才艺吧 你要表现出来说 哦 我不会 你对我主播来说的话呢 状态才是第一位的 爆发力 脏力 有的人他是舞蹈很好 但是他的知情运行好 当然他不差言辞 我们观察一下 所以主播核心是沟通表达 和氛围的带动 能不能有一些有效的交互 对 然后带着目标去引导你的那个节奏 这个很关键 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就需要热舞 所以能不能给我们来一个 主播 我给你刷个嘉年华 舞起来 来吧 艺诚 换随着这个动感音乐 现场给我们随便跳一段 想跳什么都行 来 我们掌声欢迎一下 支持主播 支持主播 哇塞 这个 这个 照泰 有这吧 怎么样 挺有力量的 主播好帅 他在直播中应该会挺糟人的 你是专业学过舞蹈吗 一般没学过舞蹈 车一下批刹 那个会伤着的 不是专业学 然后就上学 然后到现在每次都有去接触 断断续续的学这样子 不 我很喜欢你在舞台上的那种 那种感染力特别棒 特洒 他一上来显得有些内向和拘捷 我问什么 打什么 直到我们挤压他 让他来一段舞蹈的展示 一下子 咱常说格局打开 人家直接把大大挂给打开了 这个我觉得比格局打开还要大 但是这个场上让你给燃起来了 这个感觉就对了 你就应该借着这个感觉来做 因为你是要找自媒体主播 规模较大的企业要想 请你去的话 你要能够 谢谢